这个三月中雪 你说下雪 长得埋国际的 今天的雾特别大呀 感觉又要下雪呀 昨天晚上咱们哈尔滨下了一场这个 中雪 但是随着气温比较高都化的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目前看 还要下大雪 这天音的老厉害了 今天这个雾是真大呀 前面这个 建筑物你看跟海市蜃楼似的 就是说大家拿的行李啊 是在这个换登机牌的地方就有这个托运行李的 有不明白的然后他乱指 他乱告诉人家告诉人家这个行李 行李打包这块知道吧 就是他说你这块是托运行李的 他实际这块是 打包行李的就是你不是整理箱 有的那个好破损 就这种袋子需要打箱的要有好多 带一些水果啊蔬菜之类的 他需要打箱 是在那块打理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在这块换登机牌的时候 行李自然的每一个口 谁家都有这个托运行李的地方 这个大哥也是 找不着这个托运的地方 这个就是说 也不能说这个笑话人家因为你知道 有的时候咱们就像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办 他这个 你换登机牌的时候直接这个位置就可以投运 刚才我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现在10点钟 航班越来越少了 虽然是晚的机票便宜 但这两天这个 航班呢逐渐变少了 少挺多呀 现在咱这个机场这块回来的挺冷清的 进入了 整个大清淡的 这冲完了这奶香味是真浓的 现在外头真是动人不动水 这个气温冲个热奶真好 外的还挺凉 这晚上离睡觉了 你说喝一个这奶 还能睡的好一点 最近一半时间总是失眠 可能是以前总是 两点多睡觉 然后最近吧 这个 说实话 其实这活不大好 以前说白了咱这个机场 可能有300次了 这个起降这个航班 现在也就是150 半 这个 之前啊最后一个航班 都得达到1.10分1.20 真正一刻出来啊 就得1.40了 然后咱要是说有活啊 送到目的地 到家可能就两点半了 就是一下子这个 航班12点几乎就全到了 没啥糊 今天 没什么吗 还算好的呢 今天咱们弹了4的 就是把这个手机前的一半 现在给挣回来 但是问题 在哪呢 就是这两天油价 挺不一样 不价没说我们现在 92的都干到8块多了 马上8块1了 真狠 救了一个小货车 开车挺费的 费啥 磕的大 马力小 拉两个人 起车老慢的 老让一家三 用水砸着 当时买一个车的时候 没行的拉脚 刚才那时候还行 这个生意也挺好 这行的改正买个小车吧 回家回东车也放 但是现在是不是不好的吗 不好的咱就用它拉脚吧 拉脚没说吗 这真是油啊 真是 踩一脚都喝血了 比喝奶粉都快 这家下的 呼呼 不知道这行的 我这这霸道呢 但是白说不说 我这车呀 也算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看夏天辣菜 家可能辣了 秋天辣这个大白菜 土豆和啥的 我天 磕一车 就我妈种的那个年玉米 一车一车的往咱那个 市区里耗 磕的扛脑 装的就真能装 那时候油价还行 这假如现在 今天把这个 手机钱呢 挣了一大半 明天再有一天 就就把这个手机 这个费用整回来了 这这屏幕 也赖我自己 手麻不麻就不说吧 你这按一个 咱那个门 是不是就好多了 不怪我媳妇也说我 网友也好多 咱粉丝好多也说我 确实是我的愿意 就手麻呀 就是我在农村 总那个 以前批薄米 根本就不是用那种收割机 都是咱这个 就是我那时候啊 凌晨三点 这种就起的 我爸我妈 靠边的呢 就是人能看着的地方 咱不批 咱往里头走 走大概十多米 看不着了 在里头批 批完薄米呢 就是 扔一堆一堆的 你知道吧 这个一堆一堆的呢 就是以后 往车顶装的时候好装吗 我一堆一堆的 然后三个车进来了之后 两面是 就是我批好那个堆嘛 就一直弯腰 一直弯腰 就是捡了个包衣 往车顶弄 就这个腰啊 连闪在家 就是说 总干重活嘛 累 我这个 所以以前做过那个片子 就是坐屋上面这个 属于 四五节这个 这个腰间盘这个 就是那个 突出了 他突出了吧 刚才审了一点的注意 现在就是属于压阁身体 我这个右腿 也是麻 然后还有九十的 大门九十的一个 然后手也会说也好 一拿东西有的时候 就没有知觉 所以说 所以先到一半 这晚上也来自己 就会更注意 阿南无了就好 喝点热奶 就舒服不了 外头还是冷 哎呀 跟大家倒过完了 感觉心里舒服多了 我忘记跟事情就到这里了 再见